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有三位学生确诊 校方4月11号晚上紧急宣布全校停课 并且启动远距教学 4月12号一大早有许多家长就赶到学校 帮孩子拿课本回家要进行线上课程 还有家长因为没有收到通知 还是带着小朋友来上课 对于临时停课都觉得很无奈 家长急忙带着小孩到校领取课本 因为这所金融市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小 经传有三名学生确诊 校方4月11号晚上紧急宣告停课 改采线上教学 因此不少家长赶着来学校拿课本 或是借用线上授课设施 回家给子女进行线上教学 晚上8点的时候才接到 所以都好突然 今天早上是赶快来帮他拿 拿工作什么的都没法回来 今天也是临时请假 我们是住附近的学区 有的是住比较远就比较麻烦 因为是8点半线上报道 45分第一堂课 怕来不及 怕来不及 这样就赶快赶来 有学生没有收到通知还到校上课 还有家长无奈地表示 因为疫情关系已经有心理准备 阿嬷有没有收到讯息说 今天学校停课 没有收到 没有手机 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早就有心理准备怎么做 早就有议息说可能会停课 因为基隆市这么点早 只是早晚的而已 环保局人员仔细地对教室阶梯及走廊等处喷洒消毒 校方表示将停课到4月18号 并采取同步及非同步的线上教学 希望达到停课不停学的效果 停课的时间是从4月9号到4月18号 然后19号就复课 那另外呢我们的这段时间的学生上课呢 我们会以线上还有线上教学的同步与非同步两种模式 混成教学模式 让学生的学习呢可以正常的进行 对于有家长质疑 为什么这所国小没有依网力全校快塞后再放学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提出说明 那个部分是学生有进到校园的门口 然后大家有疑虑有这种情形 那这次呢并没有 因为学生是先前就没有 先前有生病 当天是请假的情形 所以没有做这样一个处理 那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了以后 学校就开始盘点 清点他们接触的可能性 然后也判断他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 至于学校停课标准 教育处长杜国正表示 目前仍依中央的防疫标准 一生确诊全班停课 两班停课全校停课 就是一个班级它本来就是危险的 那如果两个班级以上就表示 它有往外扩散的危险 所以两个班级的话就是全校停课 那至于说教育部最近有没有 要那个检讨这个政策的话 我们就是依照中央的这个决定 我们来配合办理 除了这所国小4月12号 基隆在船有一所完全中学 及国中也出现学生确诊 其中这所完全中学4月12号 预防性停课一天 某国中则是确诊学生班级停课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而这几天 其中有许多学校陆续爆发 有学生确诊的情况 不过有家长就质疑了 为什么有些学校出现学生确诊 却没有像先前二姓中学群聚案一样 采取全校师生全面性PCR筛检的做法呢 市长林又昌做出解释强调 停课及筛检的标准都依照专业防疫医生的风险评估 请家长放心 金融市新冠疫情持续4月12号再增35例 金融市长林又昌说明 其中有14例是原先匡列区隔案件 外县市感染来源则有7例 占所有案例的20% 今天CDC公布跟金融市有相关的案例呢 有37例 那其中有两例 是要移出的一个个案 首先是案28584 这个是阴性误报的个案 所以要移出 另外是案28214 这个是昨天也有公布过 在花莲某医院 从3月25号就住院的 这个确诊个案的家人 那他是因为陪病来 这个进行PCR裁检 所以这两例要移出 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 是35例 其中有14例是原匡列的区隔的案件 另外是今天 我们本市外县市感染来源 总计有7例 那是大概占今天的案例的20%左右 牛肉厂也公布多位确诊者足迹 包含多处公有市场 卖场 超商 银行 知名公园景点 及养生会馆等 其中除了基隆学生人数最多的 某国小爆出三名学生确诊 紧急宣布全校停课到4月18号外 某完全中学一名高中部学生 及某国中一名7年级学生 也分别出现确诊情况 对此林友昌表示 这些学校确诊案几乎都是从家庭群聚 延伸到校园 造成学校停班 甚至全校停课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 有的念国小 有的念国中 那现在因为家庭群聚的案件比较多 所以都会连接到学校 然后造成学校的停班 或者是停课 那学校的停班跟停课 从去年这个疫情以来 其实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 SOP的作业的一个方式 有它一定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学校的一个通知 其实都是及时来进行 那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防疫 至于有许多家长质疑 为什么这些学校不进行全面性筛检 牛昌以二姓中学群聚案为例解释 全面性的筛检是由专业的防疫医师 针对学校的疫情风险 来进行评估与控管 并不是为筛而筛 如果是风险性高的对象 同样会扩大匡列 并进行PCR裁检 当当初二姓中学的 这个群聚案件一发生的时候 学校的校长非常的明快进行停课 市政府因为评估整个的一个风险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做有效的管控 所以避免疫情的扩散最好的方式 就是立即的进行二姓中学的学校的一个筛检 然后在后续呢 我们连续执行四天的快筛试剂的一个投放 让学生跟老师还有教职员 能够监控自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个筛检的一个进行 还有包括像快筛试剂的投放 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筛而筛 而是为了去做风险的一个控管 所以简单来讲 学校的这个停课 如果他是一个同学确诊 那他们班级就会被匡列 包括接触的这些密集接触的师生 他一定会被匡列 然后呢 匡列的师生 他一定就会立即安排做PCR的一个裁剪 那如果是有风险的对象 我们也会扩大匡列去做PCR的一个裁剪 那如果他的风险是低 或者是经过我们的感控医师评估 他是没有风险的 那我们就是进行自主的健康的一个监测 那所以他是依据风险的控管来做判断 牛昌也再次呼吁 还没有完成第一第二及第三剂疫苗施打的民众 紧速完成疫苗注射 才能有效提升保护力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 而金融地区三月底 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金融长庚医院成立了社区快速筛检站 方便有疑虑的民众进行筛检 金融市医会副一种林沛强 就特地前往制证了探考三明治 还有饮料 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强 亲自带着安乐区著名的 探考三明治和饮料 到设在安乐区外聊理 消防局总部外面广场的 社区快筛站 慰绕也感谢 负责这里社区快筛任务的 基隆长庚医院医护人员 对于副议长的暖心 让医护人员也很感心 另外林沛强也把其他三明治和饮料也送到位在城上城社区的基隆长庚医院管理部 转正慰绕给设置在基隆长庚医院外面的快筛站医护人员 基隆地区三月底这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基隆长庚医院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以及基隆市政府的政策 在安乐区外聊里增设社区快速筛检站 方便有疑虑的民众进行筛检 对于医护人员的辛劳 副议长林沛强特地前往致政探考三明治和饮料表达感谢 我们民意代表能够做的就是第一个不要添乱之外 第二个表示我们代表民众对我们长庚对我们医护人员的感激 所以沛强在这边就自己带了一些这个探考三明治 过来慰绕所有我们常跟参加这次防疫的好朋友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然后能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这边也非常感谢副座这边 这样支持我们医护人员 那我想这一次我们配合整个市政府的一个动员 那在这一些不管是筛检站 或是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防疫的这些加强的措施 那也确实从每天的这个市长的这个记者会这边也看到 都发挥了相当的这个成效 那再次感谢这个副座这边给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一个支持 谢谢 林沛祥也呼吁民众如果有疑虑都可以就近利用社区快筛站进行检测 共同防范疫情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海粉市包子志工团由基隆市新医区市议员韩市郁接洽 在基隆疫情爆发期间发挥了爱心送电子商城礼券及防疫物资到基隆市中兴国小等三所学校 为师生防疫把关加油打气 亲自送上学习物资 有600元的电子商城礼券 防疫物资口罩等 土包子志工团全省跑透透 第二次一站来到中兴国小 在市议员韩世玉的陪同下 志工团送出了学习物资 有文具用品相当实用 我们志工团就秉持着关怀弱势儿童 那这是基隆区金友韩医员的引荐 那我们目前是今天是准备捐赠三所学校给180位弱势儿童 那我们捐的项目有电子礼券 那这个商城是一直跟我们志工团配合的 那让小朋友可以学习电子购物 现在因为网路购物很流行嘛 那让小孩子学习跟爸爸妈妈亲子一起选购 他们需要的文具或是家庭日用品 让小孩子也可以学习怎么购物 近期基隆爆发了群聚疫情 多所学校沦陷 市议员韩世玉说 关怀学校弱势孩童是原先排定的行程 也是鼓励学校师生一起为防疫努力加油 我想到说这个疫情会这么突然的爆发 那之前就已经排定好的这个 关心这个弱势 尤其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小朋友的 这个学习的情况 那所以呢也要感谢呢 我们这个温馨的我们的土包子志工团 那大家呢 踊跃的参与 那帮助呢我们新医区 那比较呢需要帮忙的我们的很多的同学小朋友们 那也要感谢呢我们学校 那在这阵子这段时间呢 那付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辛苦 那感谢学校的师生 那一起呢为我们的防疫来把关跟努力 那以外呢当然呢我们平常的课业呢还是要兼顾 那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土包子志工团 那大家呢这个捐献 那非常多的这个有关于课业啊 无论说电子书卷 那或者是说呢这个这个存钱筒 那告知呢小朋友这个平常储蓄的这个习惯重要性 那还有呢当然也是防疫物资这一方面的 那特别感谢呢我们土包子志工团 那私域呢只是协助 那也是一直以来 努力所坚持的我们就是基小爱照大爱 那让呢我们社会呢每一个角落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呢 都能够获得到帮助 把我们的社会的关怀安全网把它建立起来 这次送来给弱势学童主要的希望 是基小爱照大爱 让社会每个角落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获得元首 感谢韩世域议员大学长 还有土包子志工团 捐赠这么多的爱心物资 其中也包括电子商城的使用券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发给 需要的家庭 让他们在学习的成长的路上 能够有更多的物资来协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更加认真学习 然后发挥更好的功效 尤其是最近基隆的疫情又在此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今天收到这批物资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 然后呢又有这样子的口罩 有一些防疫的物资 同时也有学习的物资在里面 那相信我们的小朋友收到这批物资也会倍加的温暖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让我们各位进入校园 所以我们会再把各位的爱心转达给学生 谢谢你们 国内疫情扩大 大环境不好 志工团希望用小小心翼 给弱势学童 每人600元电子商城礼券 要给需要的孩子们买一些学习物品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金融市警察局3月爆发群聚感染 前一市一分局侦察队小队长和二分局侦察队队长 两人都翘搬到小吃店喝酒还隐匿足迹 造成警察局四个分局沦陷 警察局4月12号做出决定对他们降调处分 而这一波人事移动也牵动了11人 消毒车来来回回在警察局周边展开消毒 金融市警察局3月底爆发了群聚感染 四个分局都沦陷之外 还扩大到小吃店及学校 这起群聚的源头是一分局侦察队小队长和二分局侦察队长 两个人该是当班时间 却翘班和女性友人跑到小吃店吃饭喝酒 甚至还隐匿了足迹 才会引发后续的扩散效应 金融市警察局针对这一次的感染风波 针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而这一波的职务移动总共牵动了11人 其中第二分局侦察队长 这一回从一线市一分局侦察队小队长 降调便成为远警 有关本局111年4月11日 发布之人事异动 细先行预防性非主管职务调整 相关重大伪计及考格监督不周人员责任惩处 另一公务人员考机法与警察人员讲诚标准等相关规定办理 并召开考机委员会审议后 报警内政部警政署核定 还好警察局这一波的情聚案受到控制 但身为警察人员不在工作岗位上 还翘班喝酒也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黄少鸣接着我们报道 你这是老办人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 做好防护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先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交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111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拜好了 就拿椅子过来 还没有一个椅子了 一对男女信徒 来庙里拜拜 还不忘捐香油钱 看似没有异状 但接下来举动 却令人傻眼 一只一过来了 你看喔 上面上去 然后给他拔起来 当下两个人没有离开 一个人拿起一旁的板凳 接着爬上神明桌上 直接拔掉两两金牌 实在有够大胆 常常来这里拜拜 有看到那个土地公那个金片 那金片挂多久了 挂很久了 挂差不多一年多了 两名窃贼在太岁头上动土 就连庙方人员透过监视器之后 冲到现场 两人还是义正言辞变称 只是来拜拜 但庙方人员当场不幸 不但大声呵斥 还把这对阴阳大盗留下 爬上神明桌检查 这时候这对阴阳大盗 竟然趁着检查空档 安全帽戴一戴 摩托车油门一吹 逃之夭夭 他不是一只油拉起来 对 因为他是男生嘛 他手比较长 直接拔起来 直接就拔起来 对 案发在基隆中正区一间彩神庙 由于不是第一次被偷 庙方人员加装监视器自保 没想到还是挡不住 也让信徒很惊讶 我们好有不知道 哪里有金牌 它那个小兜怎么那么厉害 那会找得到金牌 当地居民都不知道 对啊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常常在这里 冰冻冻冻冻拜拜 我们都不知道有金牌 都不知道有金牌 我说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都是来烧香的 对啊就这样就好了 他就 他说我来烧香 然后摩托车奇了就走 案发后 辖区警方不到一个小时 就查出陈信夫妇的身份 通知道案说明两人坦诚 金锁片最后用4500元 建价出售 保障市民安全 现在金价以前超过了7600元 避险需求黄金保值 金价持续上扬 避免金牌被有心人盯上 警方也呼吁 妙方除了加装监视器 也最好把金牌取下保存 就怕被有心人盯上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位在中山区的西一定市场 由于市场内外地砖老旧 影响了民众行走的安全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数次前往会刊 由于中山区西定市场内外地砖老旧 部分地方更因为破损 影响民众行走安全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数次前往会刊 因为摊桑担心 如果一次全部更换新的压花地砖 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疫情冲击下 担心生意雪上加霜 因此初步决定 将先把破损的地砖部分补平 避免民众跌倒的危险之后 将继续协调主管单位 市政府产发处 以及摊商和当地里长 希望取得共事后 分阶段太旧唤新西定市场的地砖 其实我们西定市场已经从我们中山去 很多美食具体的地方 也很多民众都会来我们西定市场 来这边享用美食 那现在看到池庄的破裂 其实也造成我们来这边购买的民众 有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产发处 能将这一段的池砖 重新整理 把它美化 然后防滑 把它安全 然后让你们整个西定市场 第一个 让它整个换来一起 让它更美观 第二个 同时也可以兼顾到 来购买的民众 来保障它的安全 主管单位 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市场及商业科 承办人员表示 现阶段将先把破损地砖的 区块补平 预定一个礼拜后 就可以进场试作 一天内就可以完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今年立法院通过酒驾罚则加重 台北市南港区交通队远景 在辖区道路设下酒册 来检站 竟然在短短半小时内 就查获了两名驾驶人酒驾 你们先下一下 你说没有 车上有没有分什么东西吗 没有 男子一下车就坦白 前一晚有喝烧酒机 但远景依法进行酒册 一点点而已 昨天就来 这没问题 来来来来 好分析样本 来看嘛 看一下数值 0.223 0.23行政法 酒册结果 0.23好客 虽然没有涉及公共危险罪 但远景依法开单扣车 深呼吸 好来吹 用力吹 好来 吹 吹 吹 有了 好我们两只都反应 我们就做酒册 深呼吸 来 吹 才刚开完单 不到半小时 远景又来到另一台车 男子经过呼气酒册 酒册值高达0.42毫克 男子坦诚 喝了高粮 帮助睡眠 本分局为了防止酒驾事故 凌晨在路口执行取缔酒驾入检 约在5点40分左右栏查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酒车值达0.23mgl 依规定举发扣车 当事人他表示前一晚是在朋友家中吃烧酒机 其间有饮用一些高粮酒 以为睡觉起来之后已经退酒 没想到体内的酒精仍然没有代谢完毕 所以被警方取缔之后感到后悔莫及 那么同仁又继续执行勤务 过不到30分钟 又来查一名男子驾驶小货车 酒车值达0.42mgl 触犯了刑法的公共危险罪 本分局同仁立即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当事人表示他前一晚因为失眠 所以喝了高粮酒住眠 早上起床工作 自认为已经退酒 所以开车上班 没想到在途中被警方拦检 酒车值招标被依法送办 直呼悔不当初 许多民众在喝完酒之后 睡了一觉以为自己已经退酒 就开车上路 导致了无自觉酒窖的情形 那本分局在此呼吁 一定要罪不上道 恕罪不要勉强开车 可以寻求代驾大众交通工具等方式 前往目的地以避免发生酒后驾车的造势 发生遗憾 确保用户安全 那当警方半小时抓了两件酒驾 都是喝完酒一觉醒来 以为酒退了反而变成了无自觉酒驾 警方提醒民众 恕罪不勉强开车 以免遭罚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